意识早晨,我是红组欧Oscar 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春季意识营生会 让我去一下页线 欢迎大家加入补天意识团队 也知道这里有一些是公众人士 希望透过今天的活动 你会否有个兴趣加入成为我们的一分子 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背景 其实我本人是一位中文科实习老师 是教育系学生 今年毕业了,其实很快读下个星期 我四年的大学生活也会完结 来到今天我自己也约莫有大概六年的教学经验 在2018年就正式加入补天 在2019年就正式成为二师干事 一个少许的额外 就是我自己在去年就获了教学赚 所以在教学方面 相对然就会多一些经验 不论是面秀的教学 又或者是一些网上的教学 都会有些经验 期待在小学的时间可以和各位简单交流 互相分享一下经验 讲一讲其实进来补天是一段什么一回事 为什么会进入补天的服务机构 其实就是自己中学的时候 当年电视台有一部剧集 《我门的天空》 我其实好像每一次都在说这一件事 刚巧这部剧其中一个单元 其实是补天的创办人 陈同校长稍后大家都会见到他的 做背景 毅然认识了原来香港有一个这样的机构 陈下长免费的固扎天地 那时候就开始想 会不会真的中学毕业之后 是有个这样的机会 去加入这个统队去帮帮忙呢 御事者就在中学毕业之后 都有一段时间的教会忘 在临入大学之前就进来帮忙 一步就来到今天五年的时间 现在大家看到的其中一张照片 在这个右上角的位置 这个学生就是我第一个配的学生 亦一直跟他一起补习上课 去到今天 亦都有五年时间 还没断过的 当然其实之前也有陪过另外一位学生 不过因为一些他私人的原因 最终没有再继续补习 进来之后的第二年 就开始再 不单止是参与补习 就成为干事 稍后Darkus也会再有机会 介绍多些干事 其实这个角色最主要就是 比起其他的干事就可能再行线多一点 就帮忙去宣传补天的活动 尤其是我们最重要的 身份或者角色就是去宣传意识 这一件事 希望可以 亦都可以协助到其他的意识 不论是他教育上或者各方面 加入到来都是顺利的 那说说其实疫情之下 保证安排我相信 如果配对了学生那些 大部分都是用网上形式进行的 因为香港 今天来说一定不算新的了 香港经历过几波疫情 但凡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日校的课堂都转成网上的时候 其实我们自己也不例外的 我们都是用网上的形式去做一个实时的网上补习 其实网上补习有一个好处的 都不可以说完全没有好处的 其实好处的就是 它是不受空间所限的 因为其实我们 就算我们不是做一个网上的补习 我们是做一个面对面的补习 很多时候都听过以前有些意思朋友会反映 其实找地方都挺难的 因为 我们很多时候补习就是可能是一些不当劳的餐厅 又或者是好一点的可能是一些室内的公共空间 但是其实都听过不少 就是说 都很难的 因为其实如果你是安排 例如周六或者周日假期的时间补习 又会多人 所以其实 网上补习的好处就是 如果你注入网上那一刻就不受空间限制了 你双方都是安坐在家中就可以很安全地进行那个课堂 其实 这次 就是踏入2002年 这个第五波疫情 似乎就是我们过去经历这么多波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来到最近这个星期才是首阶段慢慢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在放宽的同时大家留意新闻都会看到 特别假期结束学校都陆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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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学校上堂 但是其实我们始终因为保证多数是一些 真的很多公众人士的地方那里保证 尤其是餐厅 尤其是一些 多人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问我 我会建议这么多位 在放宽初期 就是起码这两个星期 可以不用那么急 约上学生出来先的 因为都真的安全 第一 我们都 不妨是看 放宽之后会不会突然间 因为大家一看新闻最近的专家说得最多就是都很担心了放宽会不会有 所谓反弹的现象 可以不妨观察多一两个星期 如果情况安全 其实都真的鼓励大家 可以恢复面对面的补习 因为其实坦白说虽然网上是方便的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的网上是方便的 但是 多方便都好都不及 大家互相见面那种来得 亲切 有一个更好的交流和关系 因为我估计这里应该都有一些 配对了的学生 可能是配对的过程都是以网上进行 可能真人都未有机会真的见过 有一件事我是不建议的 就是不建议大家 不如我开个zoom拍一段短片 放上去当作补习行不行 我就不建议 为什么不建议呢 因为我们其实 我们所说的面对面补习或者网上补习 其实我们 是真是想和学生 实时交流 就不是说我弹向你给一段影片 因为其实如果我说教学影片 我们现在自己保天都已经建立了一个 都开始有规模的一个教学影片 所以其实就不建议大家 只是制作教学影片 其实疫情下大家都很困难的 我自己是 实习老师 我都完全感受到那个困难的 因为都 真的不单只是教那个 其实 学生自身都很困难 所以 其实我们最重要就是互相体谅 在考虑到同学的需要的同时 我们都看看自己 有什么是可以 真正帮到他们的 尽量帮得到 我们就帮 那么 其实今天的重点是想说多一点 在应付网上教学的时候 有什么 我不可以说攻略的 我虽然用了这个字 其实是一些小点字 都是我少少的 经验之谈 其实一般来说 香港主流 大部分 差不多八成都是用zoom的 为什么我说八成呢 因为都真的存在有 大概两至三成的学校 它真的不是用zoom的 好像我自己现在实习的学校 正正不是用zoom的学校 就会用到其他软件 是用google meet 也有听过有学校用microsoft 如果说我听过的学校 我是读屯门ivy的 我学校也有microsoft 是啊 我相信 有些院校 或者什么都是用其他平台 其实主流如果问 我听过里面 就是 这三个平台为主 其实它们的操作大同小异 我想用哪个平台 都 不是一个最大的concern 我会建议 教学设备 如果你有能力做得到 最好就是 有iPad和一支触控笔 其实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很多时候 我们教学的时候 如果就这样 好像现在这样 我只是 分享一个简报 对学生 我们大人就当然好一点 但是对于学生 有时候 尤其是大小的那些 都会觉得悶的 如果你用iPad 你可以写下字 不单止你自己写下字 你可以叫他也写下字 因为其实现在 都陆陆续续有学校 是推行一个叫做 BYOD的政策 叫做每一个学生都会配了一部iPad给他的 那如果 你的学生是属于BYOD参与的学生 那更好了 就可以鼓励他 你都可以一起写的 因为 据我所了解 基本上有参与到BYOD的学校 基本上学生一定是每人有一部iPad 之余 他还会有一支笔 触控笔的 所以其实 可以鼓励他 他也可以写字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互动机会 不单止他坐在那里 只听你说 你都可以 你都一起写一下 不同年纪 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太小的那些 就是说 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的那些 是困难一点的 所以他们那些就可以 很简单 好像刚刚我们已经完美地示范了 就是圈 在一个萤幕上圈 可能大了一点的 比如已经去到高小 甚至乎中学那些 其实可以直接叫他写字 中学可以直接叫他写字 我不相信中学生是做不到的 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还有我们给到一个讯息 学生知道 就是 你真的不是坐在那里 像听说了那样 只听 我们都真的一起去 在今天是在学一些东西 我是想带回一些东西 给你的 其实 在网上教育 当然我们会鼓励学生 打到镜头 但是 第一件事要小心 真的不需要逼 也不需要像学校那样 你一定要开镜头 不需要 因为 都要顾及到 有些学生 他家里的环境问题 真的未必想 打开镜头 所以我们都要考虑到他们的感受 千万不要 就很强硬 你一定要开镜头 其实不需要 只要他 愿意去开麦和你交流 其实可以接受的 但是 一个bonus就是 他打开镜头 你和他能够面对面见面 这一件事就来得更好 其实 疫情下 大家都会觉得很无力的 就是 很多时候 好像我和 我现在这个学生 通常我一开始都不是教书的 一开始都是大家 好像这个平台 你说一下 你疫情下有些什么 上岸你就说 就是 一个好像 素心西的时段 因为其实疫情之下 大家 尤其今次第五波 真的发现到 因为我有的工作是面对学生 听得多 他们会 觉得很辛苦 尤其是这一波 因为真的听得太久 说的是 一入一月份 一月 都没完 就已经 开始 那样停 那样停 大家都很大压力 所以其实 大家都可以 营造一个 相对舒适的气氛 又不需要营造到 像学校的 环境 其实 有些 以前都会问 其实我们在哪里找教学材料呢 现在好一点 大家真的可以去看看 宝天的YouTube频道 今天来说 就不止了 还有一个叫 香港自学网 最早期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听过 新闻也有报道过 早期我们是叫 三月八课 其实这个项目已经完成了 最近就正式 议名做香港自学网 这两个YouTube频道 都有很多不同的教学片段 不同类型都有 当然 寶天那个就分了课 中文课 英文课 数学课 亦都分了年级 自学网那个就 borded 而且自学网那里的教育影片 不一定是学术性的 有些都是兴取性质的 大家都不妨可以去留意这两个YouTube频道 可以借这些片段来做教学材料 因为其实 播片一样东西好 有声有话 你会吸引到一个学生 这个是 我们包括我们自己的大人也是的 如果我们大人 如果我们 我今天声音都不出了 你只看着那个powerpoint 大家都受不了 所以 其实 配合一些有声有话 有少少背景音乐 是会吸引到学生的注意力 线上补习我就会建议 真的一个小时就算了 甚至乎低少那些 可能未必会撑到一个小时 真的 因为 去面秀 和对着电脑 真的 要明白对着电脑是辛苦一点的 再加上小朋友 如果对着电脑很久 是真的容易累一点的 尤其是小学那些 所以 大家可以不妨主动问一下同学 你会发现 中学上网课就会跟正常时间 什么叫正常时间 平时他上学是想40分钟 网课也是想40分钟的 孖堂就想 一个小时或以上 但是你问小学生 他一定会说 减了的 小学呢 如果网课一堂是半个小时 没错的 是故意这样做的 因为小学生 对着电脑的专注力是有限 过 中学生和大人很多的 因为真的容易 眼睛会累 所以千万不要怪他们 有些人说 补了一小时 惨了 他好像开始眼睡 是不是他 他不觉得闷 不喜欢照片 其实未必的 是真的对着电脑会比较容易累 这个 都要 我们说将心比计 其实都要明白到 其实学生 很多时 他 在网上 可能没有面对面 那么有活力 未必是真的 他问题 其实是 对着电脑 真是容易 累 其实你自己想到 也是 叫我们大人 对着电脑 可能是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以上 我们自己都会辛苦 所以 都明白 学生的 所以网上教学 是不是复杂呢 我又觉得 不是的 但是 要去 去处理的东西 又或者去 去做一堂 其实是真的会比面对面 复杂一些的 但是 我们 最重要就是 在这个课堂里面 不仅是教 不妨 不妨 抽回 我经常 讲到这里 我就会说 抽不妨 不需要多的 可能你十至十五分钟 那一刻不是教书的 你就跟他聊天 好像 当朋友见面 一起聊天 给他一个空间 他有 抒发一下自己 因为其实 都需要的 很多时候 我们都要做一个 聆听听他说 这个关系就是 这样建立 所以承接这一件事 讲到心态上 其实 我们 要 摆天一件事 就是我们 和学生 不是只说我是老师 他是学生 当然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 写在事实上的一个关系 但是其实 当你日子久了 你和他的相处越来越久的时候 更多就不只是老师和学生 其实你和他是朋友 因为 我们 当然 我很希望就是 可能你配一个学生 是能够和他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好像我和这个学生 就已经五年了 当 关系慢慢由私室 到实际上的时候 你会发现 各学生 愿意跟你说的 都会越来越多 不会越来越少 只会越来越多 打开心扉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 第一堂 我估计 配对了学生的朋友 就应该经历过了 其实第一堂很重要的 夏之旗 不要让他一距离 就是我是老师 我创好 就是 教大家 其实真的不止 最重要就是 我们自己也要落天 疫情再困难也好 我们自己的想法也要正面 因为 疫情 如何严重也好 当然一定会有缓和 我不敢说完结 但起码一定会有 缓和的一天 好像 我们现在 大家 熬了大概三个多月 四月终于 有一个缓和的一刻 不单是他成长 你也和他一起成长 大家一起 走着这段路 所以 这个最后的寄予 就是希望大家 和你的 学生 终有一天 真的变成朋友 就算将来 解释是有一天 可能他 连他都中六毕业 你不会和他再补的时候 这段关系都会继续保持下去 这个就是 我少少的分享 多谢大家